第四場的主題演講 要帶我們進入到 邊緣AI數位轉型 群聯 AI技術的不斷進步 我們要如何將 創新技術真正的落實 而且還要因地置疑的 應用在各種不同的產業 這個是我們產業 實踐AI的一個 關鍵的產業 挑戰那麼AI晶片呢 正在推動轉型 支援規模化應用及解鎖 多元垂直領域的可能性 好那麼今天我們也邀請到 我們這方面的實戰專家 群聯電子的潘建成執行長 潘執行長呢 是台灣儲存與記憶體產業的領航者 同時呢積極投入 AI晶片的在地化應用 那麼致力在降低伺服器成本 並且確保 AI應用的安全性 讓我們用熱烈掌聲歡迎潘執行長 感謝單位給群聯電子這個機會 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AI走路邊緣是必定會發生的 那群聯電子呢 我們是做NAN的產業 那NAN跟AI有什麼關係 直接來講NAN跟AI沒有關係 兩年前呢2023年呢 反扯上AI的股票漲很多倍 群聯電子呢就被法人罵笨 為什麼不去撐一下AI 因為我們覺得AI呢 只有用了AI 產生data才會用到storage 所以我們是indirect的關係 不是直接關係 那經過呢一兩年的努力呢 我們找到NAN在AI 有了一個直接的關係 這位大神 這位大神 今年開始說 post training 很重要 今天呢我們工程師呢 做了大量測試 我們去download 所謂各種native的LM 不管是LAMA 簽問 Dipset download下來之後呢 如果不做任何post training 在Inference的這個答對率呢 大概只有80%上下 意思說問五題 有一題可能會答錯 那這東西呢 絕對無法呢 進入所謂邊緣的實際應用 所以他必須要去做 所謂的post training 那做post training呢 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希望呢 百工百業呢 邊緣呢 開始使用AI 但是各位老闆呢 腦袋一想到AI就是很貴 OK 老闆你跟他說 公司導入AI 第一次的POC呢 要花3000萬台幣 他可能會想三年 你跟他講 如果這個只要一兩百萬 他可能馬上就會試看看 那邊緣AI太貴 那如果你開始去用雲端 雲端又有兩個很大的問題 一個privacy 一個費用的問題 那這個就進入個死胡同 AI要走路邊緣 AI太貴 老闆覺得太貴就不想用 所以AI進入邊緣就不會發生 那我們呢 釜底抽新去找出呢 為什麼AI的機器在邊緣要很貴 其實不是邊緣很貴 天上更貴啦 好不好 那AI呢 在LM模型裡面呢 基本上運作呢 其實講這麼多 就是兩個key的硬體component 一個叫GPU 解定算力 一個叫memory 解定你的modal size training 所需要的運算空間 那AI機器之所以很貴 就是因為你需要大量的memory 但是做GPU的人呢 你要增加memory 可以多買幾片GPU卡就可以了 所以呢 如果你們有開始使用很多GPU卡 去做各種各樣fine tuning的時候 你會發現呢 你放了32片的這個hatch板上去 結果呢 真正運算的時候呢 可能一半GPU idle 但是呢 memory fully loaded 所以真正在AI的LM使用上 瓶頸就在memory OK 這是根本的問題 那memory關Flash怎麼回事呢 其實VRAM跟Flash 是完全不相關的事情 但是我們找到方法 方法很簡單 就是騙GPU說 我叫VRAM啦 你只要騙的 詐騙集團不會像騙的嗎 騙的過去就過啦 所以我們就找出方法呢 設計各種各樣mediaway呢 把它騙過去 結果發現呢 你只要有一片GPU卡 不管是打電動的 不管是server workstation的 只要加上我們adoptive方案 你都可以去做各種各樣的fine tuning 但是前提是 只有一顆GPU的情況底下很慢 但是前提是它跑得動 它不會出現out of memory 這就是我們NAM跟AI有直接關係 就解決掉memory不足的問題 給各位個概念 HPM對照Flash memory的價差200比1 Low Power對NAM20比1 第二個很大的問題 個人沒有想到的 如果呢你一片motherboard 要去插一個2TB DRAM 你的面積有這麼大 聽懂回事嗎 DRAM要弄2TB motherboard的size很大 物理空間要很大 可是SSD M.2 2280 1T 2T 4T 16T 你只要付得起錢 買起來就是這個面積有這個容量 所以Flash兩個好處 價格便宜 以及容量可以無限的一直跌上去 所以我們就解決掉 在AI訓練過程當中 influence當中 memory不足的問題 我們推出了Adaptive 目前呢大概做了快250個POC 大概server也出了大概有七八十台 結果呢賣的最好的市場在印度 各位很難想像嗎 印度現在需求非常強 為什麼 第一個付不起這麼貴 但是有知識的需求 所以呢 讓我們很不能相信 印度竟然是變成我們目前最大的市場 OK 這邊打打廣告 我們這個Adaptive方案呢 得到了這個 這個Computex的列別獎 那更重要的是呢 我們今年呢 Tap out了一顆IC 二月份回來 七月份導入量產 AA版直接導入量產 這顆IC呢得到了金獎 聽說今天金獎有八家 AI的只有兩家 一家叫NVIDIA 一家叫全聯電子 我們這個方案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第一代是一個純Storage 上了一個GPU平台 在做fine tuning的時候呢 我們實驗結果 大概400個token per second 上了這個2.0版本呢 變900個token per second 平台不用改變 GPU卡不用改變 加了這個方案之後呢 我們的token per second almost 2X 還在努力中 看能不能變成3X 因為這顆control裡面呢 加了我們特殊的DSP 跟印算單元在裡面 我們把一些需要在GPU做的工作 搬到Storage來做 減少Data Flow 減少BandWave 增加這個速度 同時減少Power 同時呢 我們在做我們的AW方案之後呢 又有一個額外特殊的發現 我們發現呢 一個AI machine 在H呢 做Inference 我們做過一個統計 如果你問10個問題 10個問題 大概都不一樣的問題 如果你問10萬個問題 估計有75%問題是一樣的 各位同意嗎 各位同意嗎 不信你去醫院看門診 醫生看了1萬個病人 大概75%都是一樣的病症 看10個病人 可能10個症狀了 好不好 那問題來咯 你做Inference 問10萬次 計算10萬次 用了10萬次的電力 為什麼 因為機器上面沒有充足的memory空間 把你的KV-Catch存下來 我們用Adoptive方案 把Frequent Us的KV-Catch存起來 所以你在問的時候不用重算 省電 我們講ESG嘛 第二 TTFT變得很快 所以醫師套 黃仁馨先生講的話 用越久 變得越快 越用越便宜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方案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沒辦法去講原理 講全年電子 用自己Adoptive方案 得到什麼效果 我想這是大部分老闆 想要知道的情況 我們研發呢 開始要求大量使用 AI Adaptive 在內部的使用 我們直接幾範例好了 我們做Copilot 球電電子做Control 理事實在大概也二十幾年 累積的這個程式 大概已經幾十億行 所以我們自己用這個程式 做Fight Turing 工程式開發的時候 就可以減輕他們 一直在key in的這個工作 很多成熟的coding 可以直接引用出來 增加所謂效率 那這個例子呢 更經典 全年電子是全世界馬路上 車子在跑的 凡有車子 必有GPS 有GPS 必有地圖 地圖一定不存在CD裡面 同意吧 現在都存在Flash 不是記憶卡 就是EMMC 如果是EMC 我們market share 全球42% 很大 最大的 但是你們不知道 因為呢 汽車儲存Tier1的 因為關係到這個生命安全 所以很多理事實在要去做 這個認證 做認證的過程當中 工程師就要把你的程式碼 寫成語言 就好比我們這邊所看到的 這是程式碼 看認證的人讀不懂這個 他要讀這個 工程師寫程式碼一個禮拜 轉成文字兩個頁 而且工程師不想幹這個事 我們幫 這樣可以講 幫美光做了一個全世界最厲害的 Gen4的Enterprise SSD with the Automotive Secure的方案 花了大概兩億美金 不會賺錢的啦 要去過認證 損失折損的十幾個工程師 他說老闆 我是寫程式的 我不是寫文章的 他不幹 那不幹怎麼辦呢 我們發現呢 不好意思 這個要看一下 OK 各位注意看 我們有一個呢 16K行的程式碼 如果用人工的做法呢 要用20個工程師 Designer 17週 一個負面工程師 基本上打底250萬起跳 打底啦 我要去做 花這麼多錢 去做一個沒有產值的工作 只是為了一個認證而已 改用Adaptive之後呢 我們的案例四個人兩週 這就是我們把時間省下來的方法啦 增加效率 那同時呢 在做所謂RTL call的時候呢 大家都會說 RTL call 因為very local 很難training 大家不把它拿出來 所以很難用 我們的工程師不信邪 那第一 我們分三個stage 第一個stage呢 我們把我們這個比較繁瑣的工作 特別是review跟debug的部分呢 改用Adaptive來做 這是我們跟Synapsys還有Karence 在做的POC 結果是什麼呢 我們分成三個stage 第一個stage 我們省下了10%的能力 這是看到的效果 省下10% 要嘛就省下這個成本 要嘛速度就提升10% 用一樣能力提升10% 這就是我們認為呢 AI往下走百工百業 需要大量軟體來做支持 那直接講好處啦 講數字可能各位比較看得懂 今天不講理論 去年電子導入這個AI呢 我們在做這個code document 剛才轉這個 document 如果不是用全年的方案 用傳統的這個GPU Server 大概要200萬美金 就是買大量的這個DGX 買H100 那有我們方案之後呢 我們的設備只要花六萬塊美金 一年的估計呢 可以省下六百萬美金的 這個研發成本 能力的費用 那在做這個KM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省下 從硬體省下這麼多錢 再從operation裡面呢 省下了大概 十個米美金的overhead 這個是我們逐漸已經在發生中的 不是這個隨便講講 我已經一直review我們的R&D的VP 到底有沒有進步 有看到明顯的進步 OK 這個我們在做technical document 像公司都寫 document 都是人在寫 那用我們的方法呢 大概也可以省下 一年十個米的一個成本 看公司的scale大小 OK 在這個copilot 我們開始用它來做這個C++的copilot 這個是耗比較多時間 也可以省最多人力資源的 這個也是我們目前在大力投入 內部做的POC 那做地端AI有什麼好處呢 自己做自己用 好用之後 還可以拿出來賣錢 所以我們這個方案都會license出來 只要有需要的 我們都license給別人用 因為市場不存在現在這種方案 OK 那最後一點呢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我常用一個比喻 你要你家小朋友學鋼琴 送他去Yamaha教室 Yamaha教室沒有鋼琴 只有老師 回到家裡沒有鋼琴 他這輩子一定不會彈鋼琴 他只會音符 OK 就好比說今天呢 各個學校系統呢 在教AI的時候呢 根本學生就沒有GPU 可以用 GPU只在某些老師的實驗室 只有那個實驗室 學生可以拿來做研究 學生沒辦法實際上機去做實習 所以產業界呢 就找不到很practical的工程師 來操作地端的AI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呢 去年電子呢 又推出了一個新的方案 用一個desktop 加一個gaming卡 叫遊戲主機 加上我們的adaptive 一台大概10到12萬 就可以讓學生在上面 實際去操作 13B的fine-tune跟influence 早上在Canos的活動裡面呢 我舉個比方 新的技術是怎麼來的 新的技術就是 狂熱的瘋子玩出來的 各位同意嗎 ChartGPT不是這樣玩出來的嗎 就是他狂著他相信 但是前提是要有工具 ChartGPT可以 raise了幾百個B的capital 我們做不到 那我們可以用10萬塊的一個設備 讓學生學校可以操作 那他回家裡跟爸爸說 爸爸我學AI 請你買一台10萬塊給我 你爸爸會說不買嗎 如果這個都不買 那買Fone 16幹什麼 OK 所以我們認為呢 這個可以讓AI的實質 Practical教育呢 可以發生 讓這個產業呢 開始呢 有快速的人員可以進入這個產業 來推廣 來發展這個產業 那這是兩天前呢 我們跟AMD合作 然後跟雲科大 雲科大呢建置一個50台的AITPC 在他們校圍裡面 他們呢 認可產業需要人力資源 但是現在沒有GPU可以實際操作 所以呢他們就 我們來合作 我們把課程 這個也license給他們去用 那我們鼓勵他呢 白天讓學生用 傍晚開業界課程 很多公司老闆你說 如果一堂課幾萬塊錢 送他去學怎麼操作 怎麼實習這個AI 我想老闆會是願意的 所以呢 一個機器兩個用途 擺電給學生 傍晚給業界去用 快速把人力資源把它補足 那這邊呢 我仍然統計了一個 這個我想就不多說了 這個GEN AI Cloud怎麼算錢 這個公司是可能找得到的 只會越來越貴吧 我們也統計出 如果呢 一個1000個人的公司呢 一天限定喔 只有上班才能用喔 Cloud 那一天只能夠做這麼多事 一年的費用成本就在 在這邊了 OK 所以你用越多 付越多 一輩子付不完 但是你到了HAI之後呢 我們便宜方案 你買了之後呢 只有攤題 跟電力費用而已 所以用越久也便宜 這就是HAI 未來呢 可以普及的唯一的一個方案 總結 這個HAI是必然會發生的 雲的AI呢 也不是說 非雲基地 非地區不是 是一個hybrid 有些用雲來做 如果你有care privacy 你有費用的問題 就可以往地端去走 所以我想這個已經 觀念已經很成熟了 就不多說 OK 同時呢 我們跟台格大呢 也合作 下個禮拜電腦展呢 會共同的推出 台格大給企業的服務方案 AI落地方案 跟群聯adaptive搭配在一起 他們負責軟體開發 推廣應用客戶的落地 我們提供成熟的平台 那同時呢 我們跟中國醫藥大學的 外圍公司 藏家智能也合作 成一個合資公司 專門來開發AI機器人 跟這個醫院用的AI系統 那這個呢 基本上呢 有需要大量軟體的人員來加入 才有辦法來把它完成 OK 同時呢 也跟AI Lab呢 有開始了不同的這個合作 來推廣這個AI的普及化 這邊呼籲 如果你要創業 如果你要往AI走 你不用幾億台幣的這個投入 因為這個設備幾百萬台幣就有了 你有軟體能力你想要開發 我們強烈歡迎也請大家一起來 來開發出更多AI應用 把地端的機器方案 以台灣為中心 散佈全世界去 那大家就可以把錢賺到台灣來 最後 群聯電子呢 現在還有個副業叫補交業 群聯電子呢 現在公開開課 一堂課三萬塊 上完之後呢 我們的講師在這邊 上完之後呢 你買機器錢退給你 我不賺這個錢 為什麼開課呢 因為很多老闆說 我要用我們的方案 我要派工程師去服務他 我沒有這麼多人 我說你送人過來 我幫你培養 所以我們現在是補交業間電子業 OK 那這是我們每個禮拜 都在公司開的課程 各位有興趣的 我們歡迎合作 我們把課程 東西授錢給你們 由你們開 那不是我本業啦 但是不得不 透過這個來做培養 那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希望呢 一起合作 跟各位說 走路地端AI 不是我要賺你的錢 我是找你們來 我們一起來使用開發之後呢 大家一起出來賺錢 好不好 謝謝各位